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近期南非又出现新的变种病毒 消息已经传开 全球股市暴跌 原油暴跌 大宗商品暴跌 那么到底为什么新的变种病毒威力如此之大呢 那么南非新变种病毒真的那么可怕吗 接下来我们就去聊一聊 南非新变种病毒对于整个全球市场的影响 在周五的时候 主要的国家的股票市场都出现了大幅下跌 但是有两类比较特殊的股票 一类是手套股 出现了大幅的飙升 整体行业涨幅在4.19 还有就是美国的疫苗相关的 股票像辉瑞以及 BioTech 还有麦当娜 都出现了高达10% 甚至20%以上的账幅 那接下来 下一周 市场会怎么样去演化呢 疫苗股有没有机会 手套股会不会持续上升呢 大家好 我是后面的陈小玲 接下来我们就大家关心那么几个问题呢 来聊一聊下周股票的情况 首先声明一下 本视频主要的目的在于学习投资分析的方法和技巧 以及探讨为目的 不构成任何的推荐和买卖提示 任何人基于此内容的任何图片文字以及观点 所做出的任何跟投资相关的交易决策 所产生的任何风险和收益 比本公司和本人无关 风险子弹 大家要去咨询你专业的broker或分析师 在做交易之前 尤其是下周手套股的交易 那么今天呢 我们来聊三个话题 第一个就是南非新变种病毒真的那么可怕吗 第二个是手套股盛宴会呈现吗 第三个手套股投资者必须要知道的技巧 下周想要买入手套股 想要交易手套股 我们必须要看懂的规则以及轮廓 以及手套股是否会持续上涨 我们应该如何进行判断 我们先来看 这一次之前也出现过很多的变种病毒 比较厉害的是Delta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一波未平呢 主要是Delta 在欧洲以及其他国家撕裂传播 带来了整个全球秩序的紊乱 在这一波没有平息之前呢 又出现了南非新变种病毒 Omicron 这个为什么那么的可怕呢 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点跟大家聊一聊 我们先来看它所造成的一种影响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礼拜五 主要的亚洲欧洲和美洲国家股市的一种下跌 欧洲股市呢 出现大幅下跌 欧洲股市很多呢 跌幅在四八千以上 美洲呢 两八千以上 亚太呢 相对影响比较小一点 那右边这一边呢 是商品市场 包括了原油 油气 以及呢 这个大宗商品的这个金属 可以看到金属这边呢 普遍跌幅在一到五八千以上 那么跌最大的是这个 Palladium 是这一个跌幅较大的 像这个Aluminium跌了四点五七 以及Coper跌了四点五七 那么最值得关注的这一次呢 是这个 不由和美由 不由跌了11.32 美由跌了13.04 记住这是一天的跌幅 如果说我们刚才看了数字 没感觉的话 看到这一幅图 你肯定是有很大的感觉了 你发现前边用了几个月的时间 涨到八十美元 后边用了一两周的时间呢 跌回六十八美元 昨天一天从七十八跌到六十八 跌了十美元 像这么恐怖的事情呢 很久都没有发生了 似乎又回到了去年 2020年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 这种情况 美由闪崩13% 南非新变种病毒 它的可怕之处呢 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去 谈一谈 第一个呢就是新变种病毒 Momicrin 据说有更多的突变体 比Delta病毒呢 多五倍 也就是它打开人体细胞 或者说进入人体的这种能力 可能更强 但是未经证实 第二个是 土耳其首线首例变种病毒 但是此病例并没到过南非 也就是不是你去到 跟这个病人接触了以后 才会感染 即使没有去到 没有任何的接触 甚至在异国他乡 都可能会感染新的病毒 感染这个新的变种病毒 这是它的厉害之处的第二点 第三个 其传染性 以逃避免疫系统的能力 以及哪些疫苗对其有效 还未知 那么对于未知的事情呢 往往我们人类会把它想象的 非常可怕 但是目前呢 完全没有必要去害怕 因为这些东西都还没有证实 它是不是具有更强的传染性 是不是会对目前所有的疫苗 进行免疫 还不知道 所以说呢 我们暂时不用太恐慌 但是它所存在的未知性 那么想一想是更加可怕的事情 一旦我们下面说的这些传染性 以及它的对这个疫苗的 这个免疫能力很强的话 那么之前所做的一切的努力 都可能是来费的 或者说都是零 第四个 应对新变种的疫苗 要在100天才可以生产和使用 辉瑞以及和BioTag这边 联手100天之内 可以推出针对南非新变种病毒 Omicron的一种有效的防治疫苗 那么这个时间是100天左右 那么在这100天当中 如果说真的是 如第三条传播性很强的话 会不会传遍全球呢 如果那个时候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疫苗它的使用效率 就使用率就非常高 那么全球又会来一波疫苗的红利 下面三个图表呢 是美国跟疫苗相关的三家公司 一个是辉瑞 一个是BioTag 一个是Madeana 三个股票呢 在周五 所有股票都集体下跌的情况之下 所有股指均出现大幅下跌的前例之下 还出现了暴涨 辉瑞的盘中涨幅超过18000 Madeana超过28000 以及BioTag呢 超过14%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最关注的一个问题 就是关系马拉西亚手套的问题 马拉西亚手套呢 在周五的时候呢 马股大跌 以及亚太还有欧洲股市大跌的前例之下 出现了逆势飙升 整个行业逆势飙升4.19 那它这次会迎来新的手套圣验吗 是不是会重演2020年 甚至会比2020年的圣验更要大呢 这也是大马投资者最关心的问题 所以如果说你也正在关注这个问题的话 就一定要听到最后咯 我们首先从Healthcare这个行业整体的走势来看 它目前呢 经过了15个月的下跌 然后目前看到在整个一周 本周的走势当中 红色的柱体 也就是炒价的部分有明显的增仓 前边这边有过一波上涨 有过红柱的增加 包括这边四周的上涨 有过红柱的增加 目前呢我们看到有红柱增加 但是还是没有超过这个紫线 一旦能超过紫线的话 将出现一波不错的上涨 那具体个股到底会不会出现比较大的机会呢 我们上期节目呢 有谈到关于Hatalega 基本上已经跌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 下跌到了15个月 也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上升支线 那我们上次给大家预测的这个价格是5块钱左右 你可以看到它最低呢 破掉了5块钱 4块9毛7 然后之后呢就开始飙升 周五一天的时间呢 出现了大幅度的上涨 涨幅在18星以上 那这种上涨是否能够持久呢 我们依然需要看它的中加介入的程度 尤其是周线 周线里有一个比较正常 比较好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呢 就是刚才我们谈到时间和空间都已经到了 那么这边呢 我们唯独没有看到这个吵架 所以说我们有这个软件的朋友呢 可以看着下周走完了之后 庄家是否回来 我们等待的是庄家失而复得的机会 但上一波行情的时候呢 确实庄家又消失 后边庄家重新回归的时候 也就是牛市开始的时候 所以这次也不例外 我们等到庄家开始失而复得 或者说不再降低的时候 就是它重新回归的时候 那么在此位 如果能够收出一个有效的阳线 那么就是它指跌的一种标志了 那么这是关于哈德利刚 其他的比如像TopLab TopLab在除全的数据当中呢 也是已经跌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 那支撑住了以后呢 发现那么整个上一周呢 这是周线啊 注意其实周线 周线当中呢 定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 那如果 若此支撑有效 那么将展开 助抵或者上升的阶段 那么具体是不是会出现 大级别的行情 我们依然需要看下边的红柱 是否触底回升 开始不断增仓 相比之下 Supermax来讲呢 就会有一定的空间 它离着这一条下降趋势线 还有一定的距离 那么这个价格区间呢 大概是1块2毛8 目前1块8毛5 所以说即使有起的话 也只是一个反弹 那么当未来 有幸跌到1块2毛8的时候 即可能会出现 大级别底部 然后我们再看 Q3 Q3的就会相对 比较不明显 它已经跌穿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上升级线 包括前一地点也跌穿了 那么既有可能会到达 前期历史地点 1块08分 才可能会止跌 当然我们说的呢 只是一个大概 那么具体什么时间呢 我们依然是要看 趋势和资金的状况 那么美国的疫苗 可能在周五呢 出现了大幅度上升 比如说莫德纳的 当天的账幅是14%以上 贵队的当天账幅是 6%以上 最高的在18%以上 BioTi 账幅在20%以上 那么马来西亚的这个疫苗股 会不会出现同样的机会呢 就刚才我们谈到 美国的辉瑞和德国的BioTek 联合开发 需要100天时间 能够开发出 针对南非新变种疫苗的 针对南非新变种病毒的疫苗 需要100天的时间 对于其他国家的疫苗来讲呢 它们的受益的情况 没有那么快 所以说呢 一旦确认 南非新变种病毒 它的逃逸 疫苗的能力 包括传染性 还有致死性 是所有变种病毒最强的话 那么这个疫苗 它的那个 这个价值就非常大 所以我们还是要密切关注 新变种病毒 它的特性的一种研究 一旦确认的话 既可能又是新的一场战争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它是一个新的病毒 它所造成的影响 可以跟去年的 2020年的1月份 刚开始的时候 这种破坏能力是一样的 如果它的这种 传染能力更强的话 会强过第一波 那么之前的一些疫苗 对它完全免疫的话 那么未来想要控制住 这种新的变种疫苗 那需要更多的这个 更多的量 更大的量 那么以及后边 还会有更强的变种病毒呢 这个就不得而知了 所以说投资者朋友们呢 可以关注手套和疫苗 疫苗方面呢 可能没有那么快 但是手套呢 确实很快 在这100天当中 如果没有有效的疫苗出现 那么手套的需求呢 就会增加 但是会不会出现 像去年一样的这个盛宴呢 那我们需要看 现在目前的手套的供应呢 其实已经非常充分了 去年为什么会出现 手套股的一种超级牛市呢 就是突如其来的一种海量订单 因为当时所供应的手套 这个厂家也没那么多 所以这一年过去了 一年多过去了 两年过去了 很多的厂家 开始介入到手套的生产 包括其他国家 也加大了对手套的生产 导致目前呢 供大于求 这种格局能不能出现反转 会不会因为这次 新变种病毒出现反转呢 估计也很难 所以说我们最终 还是要看技术图表 庄家是否回来 庄家如果回来了 一切就有可能 庄家不回来呢 那只能说短线有短线机会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本地一些主要的 疫苗相关的股项 是不是会有一些机会呢 首先我们看的是这个 范范内嘎 范范内嘎 它分拆之后呢 就出现了下跌 跌到了前期起上点 其实它已经回归 归零了 在归零之后呢 也出现了震荡 注定的情况 所以说它已经具备了 再次上升的可能性 因为已经跌到了重要的支撑位 跌到了牛市的起点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看 是否能够有效的突破这边 以及这边 然后庄家是否上25上50 往下来看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多发码 多发码呢 它目前的情况呢 还是偏高的位置 虽然也有分拆 但是目前呢 离前期地点的位置呢 还有一定的距离 我们就是这么看的话 它未来可能到达的位置呢 就是在这条线 一块三毛二 现目前一块七毛一 即使我们看了它的周线 我们也可以看一看周线 周线里边呢 就基本上 如果说你画这个实体的话 画实体应该是已经到了的 是吧 就是也存在产生一波行情的需要 它也是已经跌到了 这一波快账的起账点上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它 庄家是否增仓 在周五的这个表现当中呢 是比较抗跌的 但是没有出现那么大的上涨 近一两周 它跟指数的走势是相反的 说明是有资金开始介入的 从下面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红固带悄悄的进场 这是我们需要看到的 那比如说像 这个6998 冰炭 它呢就没有什么反应了 因为它们可能是一些 私人的疫苗 可能更多的涉及到是中国的疫苗 那么中国目前还没有任何关于 对于新变种病毒疫苗的一个说法 会不会生产 以及什么时候能出来 还不好说 但是美国已经表态 100天以内可以制造出 针对南非新变种病毒有效的一种疫苗 那冰炭呢 已经跌到了重要的支撑位 那如果没有跌破的话 等先也存在机会 现在中加已经变成零 我们期待中加的回归 那0093呢 刚通过 刚被授权去参与 私人界疫苗的一种销售 它所接管的是关于中国的这个疫苗 中国的一家疫苗 所以说跟美国疫苗呢 没有太大关系 它在周五呢 也出现了上涨 只是说 它是高开低抖的 从下面来看呢 它也出现了中加的介入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看它的原始图 它的跌幅呢 相对较低较少 还没有跌到这个原位 所以说起的话 也属于短周期的一种机会 目前呢 我们看它是否能够突破这个平台 目前走的是一个二浪的调整 等它向上突破这个平台之后呢 才可能会起第三浪 同时也要看下面中加是否通仓 以及控盘 这是关于疫苗的情况 那么具体到个股呢 怎么样去操作 以及这个疫苗手套股下周的情况呢 我们还会有一个短线私密video 主要是会讲到下周的情况 如果是有兴趣的话 可以回复 手套股私密video 到我们下边联系方式 我们就会给你发送了 好吧 那本期节目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 听完之后呢 如果说你觉得很好 觉得有收获 帮忙点赞 订阅一下 转发出去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